三国演义 各位朋友 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三国演义 其实啊 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志而写的 在 三国志中 我们知道曹操 魏是特别的得到推荣 但是为什么到了三国演义 却变成了 保留一朝呢 其实按照历史史实 整个刘备 蜀国的作用 远远没有魏国 在历史上作用那么大 但是为什么罗冠中的三国演义 却格外的拔高了 刘备 而且我们也知道遥想 恭敬当年啊 与善观金做了那么伟大的 赤壁之战的工作 但是呢却 不经意间就被诸葛亮 拿走了 那为什么 罗冠中有这样一种安排 这种安排的巧妙之处 跟今天的你我 有什么关系 且听我来讲三国演义 这种安排 这种安排